这个巨语 它是跟神绣相对 它是相对 神绣着有 六子着空 着空 我们按照六子所讲的 本来无一物 何次了尘埃 我们要不要修道 用不用再修道 都已经本来无一物了 要不要再修 不用了 不用了我们也成佛 我们会成佛吗 不会 所以有没有建训 我们研究过六子弹经 都讲很高超已经建训了 我们要了解到 确实我们的佛性是这样 没错 本来无一物 何次了尘埃 可是我们要加一句 修正极不武 它这个是产事 懒无极不得 本来无一物 本来无一物 何次了尘埃 是在讲懒无极不得 就是我们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你要把它懒无 懒不得 没有办法去懒无 因为它不接受你懒无 所以我们只要是发现它就可以 那我们 六道人回太久 所造的这些业太多 懒的成垢也不少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那个习性 已经离佛性有一段距离 所以修正极不武 要修 要改掉脾气毛病 我们佛性里面没有脾气毛病 可是我们现在六道人回久了 我们都会沾了一点 各位有没有脾气毛病 多不多啊 多就要努力修 要去掉 不是我们应该有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六子讲这个句语 就是菩提本无事 菩提就是觉 没有落入形象 然后明镜一回台 就是我们的心 那个明镜 它也没有形象 没有一个实在的存在 所以他讲 全部都是空 都是无 都是没有 各位要了解 这个没有 是跟前面的有相对 各位前贤 我们不要找有 不要找空 不要找一有一无 也不要找一空一无 请问 到底是有没有 有啊 有啊 不是不要找吗 有就找了吧 有没有 还有啊 这么厉害啊 有没有 还有啊 还有啊 第一个 不要找有啊 就已经把那个有去掉了 我们怎么还一直有呢 那表示我们不接受真理啊 有没有 还这么过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